看看新闻吧 看完了小鲜肉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位女神林志玲 现在呢志玲姐姐也已经40岁了 人气难免下跌 特别是最近呢又在网上爆出 她走红之前不忍直视的造型 你说这当惯了女神的林志玲 会建议自己看上去那么丑吗 这粗壮的小腿迷离的双眼销魂的发色 这人谁啊 小编细细观察才发现 这不是我们志玲姐姐吗 没错 最近呢这组林志玲刚出道时候 做模特时的照片被人曝光 由于和现在的形象相距太大 草点颇多引发了网友热议 这造型太先锋了颠覆啊 谁还没有点黑历史 现在没就行了 没错 其实随着东方卫视花样姐姐的热播 林志玲的生活中的另一面呢 也逐渐被人关注 比如在出发前 林志玲就因为扭上了手腕 导致严重红肿 飞机上的乘务人员 还特地拿来了冰块纱布 帮她爆炸 但女神还是保持微笑 坚持录制 当然志玲姐姐也有自我和可爱的一面 比如这样 我看起来觉得说谁比较不容易打关系 第一眼应该是我的室友 林几 真的之前不曾碰过面 然后不认识 现场我自己都可以画那个乌鸦 说妈妈怎么办 我该说什么 对啊 可是应该也算是 就是正常的认识朋友的过程嘛 就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接触和对话 现在的林志玲更加知性 没有刚出道时候的浓妆和怪异造型 虽然和她说的一样 还是不太会和人打交道 但已经比以前成熟和自然了太多 她那时候还一直说 志玲我觉得你还蛮素的 跟我想象不一样 她可能觉得我会全身名牌 或是就 然后她就平常看起来是 就像林家女孩子 我忘了她怎么说 可是她还说 你还真的 跟我想象不一样 你很朴素 当然要说志玲姐姐最没有变化的 要数她那嗲嗲的声音了 这是志玲姐姐在录制 花样姐姐主题曲时 展现可爱的一面 当然不止声音 还有那会放电的眼睛 甜美 可爱 直信 这样的一位女神姐姐 想必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吧 对于之前的那些成年往事 就让她们随风去吧 借用网友的那句话 现在没就可以了 相信通过花样姐姐 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不一样的林志玲